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周處長 還有各位品牌的專家顧問 還有各位關心品牌的夥伴們 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謝工業局 還有台經院這邊 給我這個機會 來讓大家去了解 全球百大品牌 全球百大的工程品牌 就是最值得信賴的CTCI 中頂集團這家公司 因為我相信在座 應該很多的夥伴們 不了解CTCI 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 因為我們是B2B的企業 那我是中頂集團品牌管理部的經理 那也謝謝剛剛Mark 已經幫我介紹了我的另外一個品牌 我們集團有兩個品牌 一個是CTCI品牌 一個是ECOV品牌 那ECOV品牌在上一次的演講 已經分享了 所以今天分享我們CTCI的品牌 我前兩天看到張中某發表了一篇文章 他講說他年輕的時候 做第一次演講的時候 他問他的一個比較資深的同仁說 要怎麼演講 那張中某得到了一個答案 那位同仁跟他說很簡單 他說你講什麼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講你知道什麼 你要談你知道什麼 所以呢大家放心 我今天會把我知道的 完全傾郎相受告訴大家 我們怎麼走過這一段 不能講坎坷啦 但是就是一個品牌發展的過程當中 就像早上的時候 巨大的行銷長這邊提到的 他們走過的路我們也都走過 但是呢未來如果說 各位朋友想要發展這個品牌 會不會走這樣的路 我想那個路徑是一樣 可是你們所遭遇的困難 可能會不一樣 因為內外可能也會不一樣 所以我今天呢 就先跟大家做這樣的一個介紹 那這一頁呢 是工業局台經院這邊要我 就是要跟大家介紹這一張 為什麼要介紹這一張呢 我先講一下 我本來是學新聞 後來去修了一個HR的課程 然後我的專長 大家可以看到品牌 從品牌 媒體 活動企劃主持 然後到企業文化推廣 到CSR CSR現在很流行對不對 那其實這些經歷啦 並不是重點 為什麼要告訴大家這個 因為我在上一次的演講 有人問到說 什麼樣的人可以做品牌管理 什麼樣的人可以來 就是幫公司來發展品牌 不是這些經歷 或者這些學歷的人 他不是重要 重點是你必須要具備 我常常講兩個力 哪兩個力呢 一個就是你要有念力 念力是念經的念喔 就是因為你品牌必須要不斷的不斷的去溝通 協調 我跟我們品牌部門的同仁講 我們品牌最重要的是溝通協調的能力 還有說故事的說服力 你要不斷的去做這件事情 假如你喜歡做這件事 那你就具備了這樣的一個條件 再來一個力是什麼力呢 就是毅力啦 這一個是每一個行業要成功必備的 但是我覺得品牌管理者跟品牌發展的人 更需要毅力 因為你在這過程當中會遇到非常多的挑戰 所以你要有毅力來支撐著你 繼續朝這一條永續之路去邁進 那當然啦 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在這條路上你會遇到很多的貴人 哪些貴人呢 我的第一個貴人當然就是我的長官 我相信在座各位呢 應該也是你的長官赋予你一個責任 或者在座各位也許是經營者 你們為什麼要做這條路 如果說是在座各位是經營者的話 你就是你的貴人 那我認為我的老闆是我的貴人 他指引了我這條路告訴我說 走 往這邊走 你去做品牌發展 所以我才從一個對品牌不了解 然後慢慢的到現在可以上台來做分享 那第二個貴人是誰呢 就是我們的 我常常稱呼他叫做我的魔鬼教練 就是剛剛的Mark 他是我們的品牌顧問 還有就是你的工作夥伴 我覺得在這條路上你必須要有指導你的人 然後必須要跟你一起奮鬥的工作夥伴 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你在這條路上你要有這樣的貴人 那第三個貴人是誰呢 就是像工業局台經院這樣的貴人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給你補助啊 他會輔導你啊 他會給你很多免費的課程 然後會安排免費的活動 讓你來吸取品牌的一些心智 像今天就是 而且找到很好的講者 來為大家加持 是不是應該掌聲鼓勵一下 我現在在 我現在在鋪這個梗 告訴大家說 我會很 把我所知道的告訴大家 來 今天會分成這四個部分 那其實這四個部分呢 整個的過程是每個人都會經歷到的 然後我會很快的帶過去 那我重點是要讓大家看兩支影片 從這個發展源起開始 我們先來看一支影片 中鼎集團這樣一個B2B的企業 這樣的一個這麼生硬的工程公司 他為什麼要做品牌 所以我們從這支影片 大家可以來清楚地明白說 為什麼我們要發展品牌 講出來的啊 兩支影片 最有很多的影片 在身邊找到 的設定 那裡 它的取緣 上 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的 这支影片我看了不下数十次 可是我真的到现在 我还会起鸡皮疙瘩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其实这支影片 是我们在品牌发表之前 品牌顾问这边帮我们拍的这支影片 它主要是要对内去沟通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品牌 大家可以想象吗 我们公司有七千位左右的工程师 工程师的思维大家应该都知道 你们如果要动摇它的想法 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从影片开始 来让他们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改 改我们用了已经三十几年的标准 中顶今天到今年成立四十年 我们是在三十六年的时候 改了我们的标准 这是多么多大的一个决心跟企图心 那我们的重点就是要拓展国际市场 我们从本土企业 从一家本土的企业 从台湾第一 我们希望能够 现在是全球百大 可是我们更希望我们能够再更往前进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企图心 可是呢 大家会想说 那这个跟品牌发展有什么关系 你拓展国际市场 你就去拓展啊 可是呢 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到说 我们的总裁呢 当他去国外市场 要去争取业务的时候 发现 其实很多的国家并不知道 甚至连台湾是哪里都不知道 所以更不容易去知道 台湾有一个 台湾第一大的工程公司 叫CTCI 叫中顶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形象 那这些是我们的 这些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Flow 包括刚刚的三星 其实三星它有做工程的 我们就是要跟他们是 同一个并驾齐取的 所以在这个 我们原来的logo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长的是这样 很难去更加沟通 为什么 因为那个logo是一个图形 不像国外的 你可以发现 他们几乎都是用他们的名字 去做成logo 好 再来一个就是 有些同仁 他出去推展 推广品牌 或推广我们的业务的时候 他其实是缺乏信心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 很明确告诉大家 我是台湾第一 然后因为很多地方 连台湾是哪里都不知道 然后我是工程界 我的技术能力非常强 但是感受不到 所以他们讲不出来 那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是 就是总裁的决心 然后一个是 我们同仁 发现到他们 对外去行销的时候 缺乏了自信 所以呢 我们发展了 决定启动一个叫品牌 瑞变 不是退变 因为这个是 顾问当时我跟他 argue这个字 他说瑞变好像还卖一点 他觉得要瑞变 不是那个退变 是瑞 金字旁人 所以我们启动一个叫 品牌瑞变的 一个计划 那就是很感谢 这个 经济部工业局这边 给我们的一个这样 辅导的计划 也让我们认识了 我们的品牌顾问 然后开始启动了 这样的一个 品牌瑞变的计划 那这些经过访谈这个 其实上午巨大的 行销长也有提到 这是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要去做内外部的访谈 就是了解到说 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 然后人家是怎么看我们的 那这是要做什么呢 其实它是要定出 我们的品牌策略 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品牌探索 那我们自己也发现 有很多 因为CTCI原来 中顶集团原来有 大概有 40家的子公司 那大概有20几家的子公司 各自有各自的Logo 所以它就缺乏一个什么 刚刚很重要讲的 一致性 品牌的一致性 然后团结力量大 对不对 你要打国际仗 你就要把你这20几家的 这个子公司的力量 集结在一起 然后变成同一个Logo 同一个沟通讯息 同一个品牌精神 那它相对的 大家一看就知道 原来CTCI 是这样的一个企业 那大家看到 这是原来我们的 一些Bossure什么的 就是没有一致性的 品牌的讯息跟识别 所以在经过这样的探索之后 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其实每一个 做这个品牌发展的企业 不管大小 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会有一个品牌 平台出来 这个品牌平台非常的重要 怎么重要 其实它是否这个 你这个品牌能不能够持续 然后follow到你 之前所定义的 这个品牌的策略 然后根据这个品牌 我们要去做品牌的行销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 Mark这边提到的 一个很重要的catalyst 就是催化剂这件事 我们是叫做最值得信赖 Most Reliable 我们的slogan叫 Discover Reliable 这个Most Reliable 是我们的精神 所以在这样的精神底下 像刚刚我就有讲 我是最值得信赖的 中顶集团 最值得信赖 大家时时刻刻 我们都要去想到这个 可是它不是只是一个口号 所以它要去做 内部的一个沟通 在这样平台底下 在这样的理念底下 因为这个东西很抽象 什么叫最值得信赖 然后刚刚我有提到 你要让工程师买单 这件事情 是多么需要有具体的数据 量化的东西 或者是你必须要告诉它 对你的营收什么 有什么帮助 这个是刚刚提到说 我们有这么多家的子公司 每一家都有logo 然后我们后来一字化 然后我讲一个好玩的 就是英文名称 全部要贯复姓 大家看到吗 前面都有加CTCI 以前没有嘛 大家各自表述 各自有各自的名称 所以这个就是 呈现品牌的一致性 那根据这个品牌的策略 我们呢 也在Most Reliable 这样的一个催化剂底下 我们重新也写了 这个所谓的沟通的讯息 包括我们的网站 包括我们所有对外 要去沟通的内容 在品牌顾问的 这样的一个指导之下 我们内部也花了很多的 其实你要讲革命也可以说是 因为这些东西的产出 不是靠顾问就可以了 也不是靠品牌管理部 而是要靠很多的同仁一起来 可是你要让他们要贡献 再来就是做品牌识别 刚刚有提到 改了我们三十几年的logo 所以很多的东西都要去 重新去做更新 小到从一个名片 大到可能是 你的大楼的一个识别 全部都要做修改 于是乎这个品牌工作坊就非常的重要 而且他必须要是高阶主管 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总裁 由他亲自带领第一阶高阶的主管 来进行这个品牌工作坊 我们也后续也办了很多的教育训练 这个是属于内化 刚刚有提到人的部分 人的部分其实是让你的品牌 是否能够成功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我们在2016年6月20号 弄取了这样的一个 品牌的一个记者会 那打造完了之后 定义了品牌的策略 然后打造了我们的沟通讯息 以及识别的设计之后呢 最重要的是品牌的管理 那刚刚有提到 这个是我们集团有两个品牌 那这两个品牌呢 都有同一个单位来负责 其实这个当初 马克思跟我讲 哇 这非常crazy 因为他觉得 光要管一个品牌就不得了 但是我们的总裁就是说 集团只有一个品牌管理部 所以于是乎 我就接下了两个孩子 这个是在2016年 到目前四岁 就是我们2016年launch 这个呢是2017年 所以我在第二年 又生了第二个孩子 然后这两个品牌呢 目前呢 到目前呢 so far so good 就是有按照这个 我们当初预期的目标 在提升我们的品牌的价值 因为我们今年 虽然我们没有进到20大 但是我们是潜力之心嘛 而且我们的品牌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力呢 其实是提升的 所以也蛮开心的 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那 这个是让大家知道说 一个品牌管理 它必须要做什么事情 我看大家对这一页 非常有兴趣 都拍了起来 这个很重要 也是让你去决定 你要有多少人 来负责这样的一个 品牌管理的工作 它有分创造的内容 就是所谓的识别 然后你要产出很多的行销的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内外部的沟通 内外部沟通 不是外部 其实外部的挑战虽然很大 但是我觉得内部的挑战更大 我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再一次的强调 品牌管理不是一个部门 或一个人的事情 这一点非常重要 也把这个讯息带给需要决定的 你们的最高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贵人 要带给他这样的一个讯息 好 做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做品牌的行销 我们要做品牌 因为管理这件事你要做好 再来就是你要做内化这件事 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内化呢 当然你就要办很多活动 就是要让这些工程师买单 你在讲什么 什么最值得信赖 然后我没有做品牌 我没有用你的logo的时候 我还不是拿得到工作 那我用了你的品牌 我改了这个之后 我难道就可以拿到更多的工作吗 好 我们的业务曾经这样挑战我 但是一直到今天 我们现在已经慢慢跟业务 搭起友谊的桥梁 从他们开始怀疑我们 然后到现在 他们会来跟我们提出需求 我最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 他们要去报价 我们报价有那个装资料的纸箱 他们会回来跟我们讲说 可以帮我们在纸箱上面弄logo吗 弄得专业一点吗 这是让我非常觉得很骇人的事情 因为我们觉得之前 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 他们是不屑的 他们是不屑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感受 因为他发现 人家都这么专业 有挂品牌的感觉 看起来好像就是比较厉害 所以就开始注意到这件事情 也提出了他们的需求 那我们办了很多的活动 来让大家去买单这件事 然后我们也办了 所谓的 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那是我们的认同卡 我们工程公司有信用卡 CTCI跟ECOF都有认同卡 我们每一位员工都会去买单这件事情 大家手上都有一张这样的卡 我们现在拿出去的时候 其实真的觉得蛮骄傲的 然后我们拍了一支影片 这边我就不放给大家看了 这个是内化的影片 呈现我们刚刚对内要传达的讯息 就是你要做到专业诚信团队创新 我们拍了几支的影片 然后网站也制作了 就是整个重新的改版 然后这是对外的简报 全部的简报都要一致化 你的template 你的所有的表达的内容都要一致 不是像以前这样 大家各自表述 我想要弄红色就红色 绿色就绿色 现在是要一致 然后我们也发行了一个集团的电子报 以前我们是指出中文的 然后我们要发展国际市场 所以我们做了这样 然后再来CSR的report 好 这支影片我还是要 虽然时间到了 我还是想要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当初拍的一个形象影片 从这支影片 大家可以更知道 宗鼎在做什么 在这个快速改变和不确定的世界 有几个事情我们可以真正在乱动 天空会一直升 天空会转动 天空会昇动 但我们也在乱动 我们也在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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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乱动 我们也在乱动 我们也在乱动 地区域导致 的影响 与我们在乱动 so this,we rely on technical expertise accumulated over decades working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EPC industry we rely on our commitment to develop and deploy the latest advances in smart engineering and the know how required to work with diverse global cultures but most of all,we rely on each other All so people the world over Can rely on us CTCI Discover Reliable 大概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做的是大型的同胞工程 大型的同胞工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的网站上面 有我们这样的一支影片 其实它其他的画面 其实是蛮精彩的 让大家改观工程公司的印象 大家会以为工程 感觉就是脏脏的在工地里面 然后会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所做的 我们打造的工程 跟大家的生活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也做捷运 然后我们所打造的石化厂 其实大家身上穿的衣服 一些材料 也是从石化厂出来的 然后我们电厂 我们盖电厂 所以这些是跟大家有关的 然后也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工程也可以很绿色 很智能 不是像大家想的是污染的 这支影片播出来了之后 其实大家对CTCI 在品牌形象上是有很大的一个改变的 然后我们也出版了一本书 因为今年40年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做了一本书 来介绍我们叫做看得见的信赖 英文叫做Discover Reliable 就是我们的slogan 我们发行了中英文版 而且每位员工都要有一本 这是我们总裁的决心 从这里面去了解到 我们为什么叫最值得信赖 为什么我们的催化剂叫最值得信赖 因为我们40年来创造了很多 值得信赖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面 大家可以更commitment的说 我要做到最值得信赖 而且我还告诉同仁 这是第一本 里面大概都是这些长官的一些故事 接下来我要出第二本再版 就会是有你们的故事 我是用这样来鼓励我的心境同仁 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在 然后大家喜欢认同这个品牌 因为只有你自己喜欢自己的品牌 你才有可能进而去行销你的品牌 然后我们做了媒体的行销 以前我们不会主动 因为我们是很保守很传统的 也许比巨大还要更保守 因为我们是B2B的 更不会去打广告 更不会去跟媒体这个接触 最好媒体来都不要 都不要来找我 可是自从品牌的概念一进来之后 我们开始去曝光我们的品牌 我们的总裁告诉我说 之前他觉得好东西 为什么要告诉人家 自动就会有人来找我们 后来他说 他自己也觉得 好像不是这样 他觉得品牌的力量 是可以帮助业务拓展的 所以我们才发展了品牌 然后我们透过一些报奖参展 然后校园真材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鲜明的 以前我们的校园真材也都是很低调 然后我们现在非常鲜明的 在我们的这个展会上面 都有我们的识别 然后我们也成立了中顶教育基金会 那这一块是在打造所谓的青年赔利 这也显示出我们工程公司 我们对这个台湾的这个工程的产业 我们尽一份心力来打造这个青年的赔利 让更多的青年 然后更喜欢工程来投入工程 然后来为这个台湾的工程业 更差量这样的一个品牌 然后进而到国际市场上去发光发热 那我们的品牌行销效益 刚刚有讲到我们在2018年 得到了一个这个rebrand的一个奖项 那这个奖项跟我们的竞争对手 国际的竞争对手是同等级的 所以我们的总裁当然也觉得 非常的开心 这条路是走对的 好 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分享 不好意思耽误了一些时间 不过讲到这个就会停不下来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会后可以来这边 我们大家互相交流 谢谢大家